日前第二十二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在武汉举行闭幕仪式 女星们纷纷穿上漏肩长裙踏上红地毯 争其斗艳 值得一提的是 本期电影节看称五年来星光最为暗淡 活动最为无聊的一次 即便是明星最多的闭幕式红地毯 也是来了冯小刚 黄小明 赵薇 张国立 张晋初等聊聊几位明星 红毯上最为亮眼的要素已出演三级片 一路向西爆红 被誉为新一代宅男辱神的内地女星王李丹妮了 她以一身暴乳装亮相红毯 双风呼之欲出 惊爆眼球 把上述一众明星的风头都抢走了 还被网友戏虐 胸前挂着两颗炸弹 以往任何一条红地毯上 总会有一两个女明星喜欢选择暴乳装亮相 不过这一次金鸡甲红毯上 王李丹妮的暴乳装也算是史无前例了 拥有32F丰满上围的她 一出场就惊爆了大家的眼球 她的白色吊带长裙相当节省布料 不但大露背 胸前冲光也呼之欲出 让红地毯旁边围观的群众沸腾起来 随后她现身休息区 与嘉宾明星纷纷合影留念 硅胶胸贴大露在外也毫不忌讳 而往年最喜欢在红地毯上 穿暴乳装的宫星亮 这次则包得有点腻式 上下两节的套装看起来不伦不类 虽然领口开得很低 但却是没有什么看头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